目前拥有赞人航天技术的只有三个国家,中国就是其中之一,我国的航天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,相信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成为宇航员的梦想,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宇航员的,成为宇航员不仅要有牢固的专业知识,还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,同时宇航员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,大家知道中国第一位登上太空中的女宇航员吗? 她从太空回来以后就消失不见了,这是为啥呢?让我们来了解一下,中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女宇航员就是刘洋,成为宇航员本身就对身体素质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,因为女生体质不如男生的原因,所以女宇航员比男宇航员的选拔水准更加严格,刘洋凭借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,在2012年成功登上了太空,但是当刘洋从太空回到地球以后,我们却很难听到她的消息, 她不是消失的,实际上是因为刘洋从太空返回后就受了很严重的伤,所以在没有音讯的那段时间里,她是去医院治疗身体了,即使我们没有去过太空,我们也一定知道外太空与地球存在着很大的差别,太空中没有空气一切都是真空的,因为飞船脱离地球以后,飞船内外会出现很大的气压差,假如飞船的质量不是很好的话,飞船可能会出现破裂, 就算是很小的一点破裂,也可能对宇航员的生命造成威胁的,而且外太空有很多的辐射,所以虽然穿着宇航服,但是宇航员还是会受到不少伤害,所以刘洋在完成任务以后不得不在医院治疗身体,几年后在采访中,刘洋说在出发之前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, 不得不说,宇航员虽然光彩,但的确是一份危险系数极高的事业啊,小伙伴们,有什么想说的吗? 好了,本期的三千块世界到这,接受小伙伴,别忘了点击观众分享转发